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一个副省级的城市 长得非常漂亮 她呢成绩很好 她有个姐姐 跟她一样的学习努力 成绩优秀 是当地学校的骄傲 他们这一对姐妹被称为姐妹花 他们的家庭更好 因为她父亲呢是高官 这个城市的市委副书记 所以啊 每天家里人来人往 很多人都赞美她们姐妹 说这个姐妹将来 这肯定要读北大呀 高考很快临近了 他们俩呢果然不负众望 都考取了北大 但他们俩的性格爱好不一样 姐姐呢喜欢理工科 特别偏爱化学 所以她到了化学系 而她呢喜欢什么 法律 从小啊她读了很多 有关律师的书 因为她爸爸呀 对法律比较感兴趣 她特别呢喜欢读一些西方国家 大牌律师的自传 所以她梦想有一天呢 她也能够到法庭上去辩护 成为一个中国最有名的 与律师 所以呢她进了法学院 应该说两人呢 都非常好 都是北大的啊 这种最好的学院 也最好的学生 她的姐姐呢 跟她一样啊 他们本科毕业以后 然后呢 他们就继续深造读硕士 他们也都啊 交了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呢 是一个学长 大概比的大 两届 也是读法律的 她的姐姐的朋友 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个学化学的 然后呢 姐姐跟她呢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姐姐呀 很快就跟她的未婚夫 到德国去学什么 学化学 读博士 然后呢 他们就留在德国 工作和生活 她呢 毕业以后 就进了什么 中国最好的律所 这个律所啊 她的主要业务 就是做外国人的生意 叫社外的业务 比如说并购啊 比如说IPO啊 比如说飞机的租赁啊 等等 由于这个女孩啊 她的英语特别好 所以呢 她带领一个团队 先是从基层做起 然后她在两年内啊 她就成为了合伙人 很多这个所的大型活动 都由她主持 甚至呢 律师协会的 有一些活动 也是由她来主持 因为长得漂亮啊 身高一米气的 高调身材 又是出自名牌大学 所以说呢 很受器重 所以两人啊 她跟她的姐姐的生活 都很固定 她跟她的男朋友 也开始订婚 也开始在确定婚期 那么 未来的生活 似乎啊 美好生活 我们叫看得见 但是有一件事 突然发生了 改变了她的命运 也改变她人生的走向 并且是她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就是有一次呢 北京律协 邀请最高法院 一个副庭长 来办讲座 讲最新的法律问题 这个副庭长啊 事实挂领 口才很好 长得也很英俊 高大 英俊 也是呢 北大毕业 所以这个副庭长跟他呀 应该是 都是校友 他也很认真的听他的讲座 非常的敬佩 因为这个副庭长啊 在说一些法律条文的时候啊 随口就说很多啊 民法通则多少条 刑法多少条 刑事诉讼法多少条 他非常的敬佩 那么讲座结束了 晚上呢 律协为这个副庭长 举行了一个party 也就是喝喝酒 唱歌 跳舞 他呢 因为是主持人嘛 他也参加了 跟这个副庭长呢 也开始聊 因为都是 校友嘛 所以他们可以谈老师啊 谈学校啊 还很多话语很多 这个时候呢 因为在那个地方啊 就有一下钢琴 所以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他钢琴弹得很好 因为在小时候啊 他父母就足以培养 他的艺术才能 哎 这个时候 他就说 朋友就推他 他叫陈景啊 就说你去弹弹钢琴吧 他呢 也很想展示一下 于是弹了一曲 贝多芬的钢琴 弹到一半的时候呢 这个副庭长走到他的面前 就跟他说 是贝多芬的吧 他这样我来弹下一曲 他接着弹 两人这个弹的风格 和整个啊 是能感觉到株连闭合 并且他们两人看起来 非常的般配 一个一米七 一个一米八啊 长得多 一个英俊萧茶 一个美丽贤惠 看得很 很令人羡慕 他们两人的交流啊 也很多 这个副庭长就告诉他啊 可能呢 近不久他就会 被提拔 也可能会被派到 某一个省 高级法院当副院长 所以他们之间交流得很愉快 然后呢 这个副庭长似乎对陈景啊 也特别喜欢 多次邀请他跳舞 两人在跳舞的过程中啊 就 挨他身体的距离很近 陈景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觉得心跳得很快 他似乎也可以感觉到 这个副庭长的心 也跳得很快 他突然有一种感觉 觉得控制不住自己 他需要逃 所以跳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跑出去了 所有人都很尴尬 都看得不知道什么回事 这个事啊 就过去了 然后两个月以后呢 就到了圣诞节 这一天他就收到了一张贺卡 这张贺卡 就是这位副庭长写的 所以他就想起了这件事 然后呢 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开始争夺了 先是业务上的请教 然后是问题的探讨 并且呢 最高法院离他的属啊 并不远 他们偶尔啊 也一起吃个饭 渐渐的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最后啊 大家知道有很多公共的社交平台 比如说QQ啊 比如说微信啊 短信啊 他们就到了 每天必有短信啊 甚至到晚上啊 夜深冷静的时候 他们QQ聊天 并且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他渐渐的了解了这位副庭长 这位副庭长呢 是北大法宣的博士 已婚啊 也有一个博士的爱能 是学计算机的 就是跟他交往期间 就他们认识的那个时候 他妻子正在怀孕 不久他的妻子 为副庭长生了一个 一个孩子 所以他们应该是家庭也是很幸福 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联系 越来越多以后啊 他们渐渐的 就产生了感情 他们谈的话题就越来越深 最后就一开始以老公啊 这个老婆开始相称 但是这个时候曾经感觉到啊 很难去处理这个关系 一个人家是已婚 而他已经跟他的男朋友订婚 这个矛盾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非常喜欢这个副庭长 希望跟他结合 但是他怎么去面对他现在的男友 所以啊 他感到很为难 因为他跟他男友双方父母都见面 并且都觉得不错 已经确定婚期了 这个副庭长就开始跟他的爱人摊牌 就说了 那这个不行 我们要离婚 爱人的反应很大 所以他每天呢 他们两人就为这一个事就开始啊 在QQ上聊天嘛 谈得很深 甚至谈到了 他们要在北京那个地方啊 租一个房啊 一起共同的生活 就是想未来的生活 影响了很多 他天天在面对他男朋友 经常走神 为什么呢 他总想告诉男朋友我们分手吧 但是呢 他又不知道怎么跟他去说 所以陷于一种感情的交组之中 当他的男 这个副庭长发来一个微信 是业务上的不顺 或者跟妻子吵架 他就很焦虑 同时看到自己的男朋友 在天天在问他婚期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所以他每天呢 就很给人种感觉的 脸上一种很忧郁的感觉 但是呢 他还是很啊 很这个硬气 他有一天终于啊 就跟男朋友说了 就说了 因为他感情上出了一些变化 他只有分手 这个男孩子呢 也很好 也很好 确实非常的爱他 一句话没说 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住在一起 只是一个房间 因为当时中国大家知道 就是说你要去南方要分房 必须要有结婚嘛 所以他们呢 也搬在一起 但是没有同房 这样了男孩子就跟他分开了 他这个时候更加一门心事的 想着这位副庭长 但是副庭长那边的事 似乎搞不定 有一天 这个副庭长跟他打电话 说他们要见面 他呢 要去一个地方 讲座 视察工作 而陈景呢 正在那个地方的半夜了 所以他们两人就碰上了 碰上以后呢 吃饭 聊天 谈具体的生活 最后他们两人呢 没有控制住自己 那天晚上 他们 住在了一起 第二天 陈景看着 副庭长 副庭长 躺在他的身边 他呢 既感到有一种满足 因为他得到了 同时呢 他又感到一种思路 因为对未来啊 他把握不住 副庭长回家以后 跟妻子的矛盾就开始升级了 两个吵得很厉害 妻子也知道了成绩 那一天呢 他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妻子啊 非常的生气 就告诉他 你不应该破坏他们的婚姻 并且他们是有孩子的人 破坏他的家庭是不到的 但是说的很奇怪 因为陈景非常冷静的去听他 几乎没有解释 只是在劝告他 就是说既然他们没有感情 他们就应该分手 他们与这个副庭长跟他的丈夫 他是真心的相爱 但是这个没有用 但是他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呢 他赶快把手机号换了 并且也不在于这个庭长联系 因为他内心呢 有一种深深的自责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的父母 因为父母不会去理解 这么好的家庭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这要中国的话 就是小三嘛 所以他每天郁郁寡欢 他就跟副庭长说 他们不再往来了 那个时候正在播一部电影 叫《非诚无脑》 第一集 是苏奇演的 也是演一个情感上的纠葛 里面有一首歌 是上文节唱的 好像是个法文歌曲 他听了上千遍 每天晚上听 听完就落泪 他之后去 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 他到一个寺院去属罗汉 因为当地有个风俗 就是说这个寺庙 属罗汉很灵念 你就去根据你的年龄 去守 哪一宗罗汉 然后你就要里面的师父 帮你去解释 师父来联系上一个罗汉 下一个罗汉 来推测你的命运 据说非常准 他也去数 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又有一天 他们又跟这个庭长 偶尔的解假日发一个担心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他们两人就又走到来一起 他们决定了一起去旅游 陈景觉得不对 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 于是他们双方都请假 他们去旅游 把手机都关掉了 两人世界虽然他觉得不道德 但是他认为他们是真心相爱 有一天呢 他这个副庭长出去了 他需要查一个资料 他就看见了这个副庭长电脑 他就把它打开 但是里面有密码 他就是开玩笑嘛 就说这个副庭长的名字 大小字母 跟他的名字字母 然后把它去进去 居然这个电脑被打开了 打开一看 里面呢 有很多文件 他也没在意 突然有一个文件夹的名字 就是他姓名的大写字母 他就把它打开 也是输入 他自己生日的密码 居然打开了 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感到非常吃惊 因为他看到了几个视频 这几个视频 都是这个副庭长 也就是他心意的男人 与其他女人 也包括他之间一起生活 或者说我们说 这种性关系的视频 他感到非常的震惊 既有他妻子的 也有他的 还有其他女人 他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感到很不理解 他突然觉得 这个男孩 他心爱的这个亭长 不是他所要找的人 他觉得有点陌生 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他又是怎么录取的这些视频呢 从这几天以后 他就开始跟他生活中有点距离 他就开始冷静的观察他 他发现这个亭长是个官迷 每天谈的都是什么 都是谁马上要提拔 谁可能会下去 他呢 跟谁行了会 给了钱 他可能马上就要到另一个省 去当什么挂职的副院长 未来有可能提拔为院长 所以这个男 他觉得这个副庭长啊 他的意闷心事都在光位上 他对业务 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同时呢 这个视频也让他感觉到 这个男孩对他的情感啊 应该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 但他的内心啊 他在追求一种 不太健康的一种快乐 那么就可以想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当了院长 位高权重的时候 他这种潜尝的欲望 会激发起来 而这一些都是他不喜欢的 因为他喜欢的是 纯粹的爱情 他就开始 跟他的距离啊 开始变远 然后呢 他告诉这个男孩 他呢 不愿意继续跟他发生这种关系 因为他有妻子 他的婚姻呀 又不能解除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也开始变断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人生中又遇到了一次转折 也就是他遇见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很简单 是不当得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个客户告另一个人 就说他错误了 打入了500万 给这个账户 现在呢 他要求返回 他们一调查了 这个账户上有一千多万 所以返还是没问题的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案子 根据民法通责 都可以很快会得到赔赏 所以他呢 很高兴 这个案子 是他的主任介绍给他的 并且再三的盯住 他就觉得有点好笑 因为开个庭嘛 并且呢 对方报价很高 大家知道在中国 一般的补赏率 是20% 就是风险代理 而这个案子高达50% 当然会给他的主任 相关的那些有一部分 但是他个人呢 会得大头 所以他也很高兴 事业很顺 但是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呢 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不对劲呢 就是因为 他看见那个转账支票的时候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质疑 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那个账号 有30多位的账号 他为什么一个账号都没错 就把他付到了这个账户上 哎 这就奇怪了 银行没错呀 他的账号户名全部是对的呀 那他为什么要付 是因为写错了一个账户 账号 好像也不是 这里面必有缘由 所以他办这个案件 他开始就开始调查 越办这个案件呢 他感觉里面的水越深 最后有一天 集围的朋友来找他 就说了 你是不是办了这个案子 他说是啊 没问题 他们说那里要注意 里面的水很深 我们集围都不愿意碰 什么回事呢 他把这个案子 也告诉了他的副庭长的朋友 就说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要求他呢 帮着打听一下 有一天晚上 大概1点 他这个副庭长的朋友啊 跟他打了个电话 就告诉他 赶快停止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案件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这里面呢 搞不好他会丢掉性命 这怎么回事 这好像不合逻辑啊 原来呢 是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某一个企业的总经理 想当董事长 是国有企业 一个大型企业集团 董事长的即将退休 于是呢 他找朋友去大通关系 这个朋友说没问题 但是我这个关系啊 是来自于中央军委 要有500万的资金 他也打了 人家呢 也跟他做到了 就在公事的时候啊 就公布出来了 他是未来的 董事长 但就在这个时候就出事了 因为他被举报被双规了 双规出来以后啊 也判刑 出来以后呢 他就要求啊 对方返还这个资金 他的观点也很简单 啊 交钥匙工程 我不管公事没有 我没有当上去 那是啊 你的问题 是吧 我们是交钥匙工程嘛 而对方也感到很委屈 因为这个钱已经送出去了 如果要退 就涉及到中央军委 大家知道军委可不是好惹的 所以他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啊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走进了深水区 并且这个水啊 开始淹没他的头部 这个副庭长告诉他赶快停下来 因为他们通过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已经得知了里面的内情 也有人跟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打招呼 这个案件必须压下去 不得审判 所以这两件事 第一个呢 是这个副庭长的视频 以及副庭长的变化 这种对官员 官位的追逐 对世俗利益的追逐 使他觉得自己啊 一生追求的爱情变了味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案件彻底的颠覆了 他对中国法治的看法 甚至涉及到军委 他觉得在中国 所谓他过去的追求法治的梦 是虚幻的 中国是一个官僚社会 是一个权贵社会 他在这个里面 在这种极流的漩涡中 他像一只小船 失去了方向 这一天呢 他在家里开始喝酒 他把自己喝醉了 他也哭了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 这种理想完全的破灭了 他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得 自己太幼稚 这个时候 他跟他的原来的男朋友 打了个电话 男朋友呢 已经在国外留学 并且呢 已经在那个地方定居和工作 男朋友得他电话以后 他得知 男朋友仍然在等着他 大概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以后 他处理完自己的房产 跟所里办理了 各种关系结束了 结清以后 财务 他离开了中国 从此 他就没有再回到中国 因为他的梦碎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 各位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